大家好,我是一虎网的讲师,我叫黑米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低面型小汽车建模的一个制作教程 本堂课的主要内容就是熟悉立方体建模的一个基础操作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圆环 还有一些基础的工具来进行制作这个模型 好,我们接下来打开CCD 首先我们先制作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 我们会就是不停的来看这个模型 它是怎么进行制作的 因为我们得有一个参照物 要不然我们做做的就会可能就会跑偏 不是我们原来想要的一个样子 到时候我会来回切换这个视图来进行查看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打开CCD 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 我们按住键盘中的OUT键 然后选,然后之后再长按我们的鼠标左键 我们就可以这样旋转来回的移动 来移动视图 之后呢 之后呢,按住OUT键和我们的一个鼠标右键 来回移动是放大和缩小 按住鼠标滑轮中键是切换顶视图 右视图和正视图 鼠标长按一下就可以 然后长按 长按之后 它会有一个似视图的一个界面 然后单击一下就会进入到某个视图 之后呢 我们会用到我们的一个立方体工具 这就是立方体 鼠标长按就可以 或者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是直接出了一个立方体 大家可以看一下 Delete是把它这个立方体给它进行删除 长按这个立方体 我们之后就会选择 比如说圆形啊 然后比如说是管道啊 这些工具来配合我们建模来进行使用 首先我们先建立一个立方体 之后这就是我们的移动工具 直接点击这个绿色的标识 就是我们的一个移动 也可以称作为轴向 移动我们的轴向 就是来回移动这个视图 来回移动我们的一个模型 之后呢 这个就是缩放 第二个移动旁边的 只有这个就是缩放 好我们来回进行缩放 放大和缩小 也是鼠标左键点击不动 就是它就会整体的放大和缩小 之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地方它有一些小黄点 比如说我们拖动这个黄点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就会变得很长 变成长方形 然后这样直接再拖转 再拖转 好这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操作 然后之后还有一些操作 我会在这个课程中 就是说边键啊 边遇到咱们新一开始新 做的一个按键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来进行 这种制作 如果说你不小心移动啊 会找不着这个坐标轴了 就找不着我们之前这个物体了 比如说这个 这个物体它本来啊 它就是丢了 丢失了 丢失了之后我们找不到了 我们可以给它 Ctrl加Z来返回 啊 这是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无意间移动了 或者说是你在这个 啊 正视图 不小心啊 这样移动了一下 我们可以 在这个查看里面 恢复默认场景 好 这就是一个啊 它就恢复到我们这个默认的场景来了 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恢复默认场景 好 它也恢复到默认场景来 之后我们来参考我们之前的这个案例 来进行制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们首先需要一个立方体 好 我们点击到我们的一个CCD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立方体 新建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它这个小黄色的标 来进行给它挤压 挤压出我们想要的一个形状 好 这个地方点击这个小黄点 然后给它缩放一下 之后呢 是这个啊 这边的小黄点 给它拉长 可能如果说你感觉不要太长的话 你就再给它缩放一点 这样就可以 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查看 点击显示 光影着色加线条 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分段 给它加一些分段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中间加了一个分段 之后我们再加一些它的一个顶部的一个分段 也就是说X轴方向的一个分段 好 我们加了两个 加了两个之后 我们给它C掉 C掉就是说快捷键 给它转为可编辑对象 快捷键是C 当然这个快捷键需要大家把这个输入法给它切换掉 切换到这种英文或者直接大小写 直接给它C掉 如果说你不会使用快捷键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它这个上面 有一个这个圆球 然后直接点击一下 就是C掉的意思 之后我们选择边层级 边层级在它这个边上 选择边层级 双击 双击就是循环选择 当然它这个双击有的时候会 不是很好用 所以说我们也需要手动的选择循环选择 快捷键是UR 我们在这里既然它能够选中 所以说我们直接进行双击就可以 给它拖拽到两边 OK 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 如果说你感觉这个地方比较 就是比较窄 我们可以再选择它的这个面 给它进行拖拽 好 大概这个样子就可以 这边也是 也给拖拽一下 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模型 发现我们这个模型它底下 它也是由一些微微的往里面收 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第二个分段的一个用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分段的一个用处 我们首先先把它给它放大一点 就是给它拉长一点 对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可以 之后我们选择边 再选择模型层级 直接点击这个 然后选择边 它就会很好用 之后点击一下空白处 双击选择这条边 给它往底下 往下面给它拖拽 好 拖拽到这个地方 之后呢 我们选择 按住我们的一个Shift键 鼠标单击一下 单击一下 单击一下 然后之后选择这几个边 之后呢 选择我们的一个缩放工具 然后直接点击我们这个蓝色的一个轴向 然后往里面缩一下 OK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些问题 它就是说 这个模型上它比较圆滑 不像我们的这个圆图上 这样有棱有角 所以说这就需要我们把它后面的一个平滑标签给它进行删除掉 OK 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边给它再给调整一下双击一下再给调整一下 包括这个后面 OK 之后选择我们的一个面 选择它上面这个面 直接鼠标右键 选择我们的一个挤压 直接选择挤压 然后给它挤压上去 挤压上去之后 我们再选择缩放工具 给它进行一个缩放 OK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它大体的一个形状已经出来了 就是说这么的一个长方形 这里面有一个立方体 给它挤压出来 这个形状已经出来了 但是说如果说你感觉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窄 所以说我们可以给它 对给它拖拽一下 然后之后如果说感觉这个 这面比较窄 我们也可以直接选中 选中模型层级 选择我们的一个缩放工具 给它拖拽 OK 这样就可以了 之后我们就来做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像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位置 我们先做玻璃吧 我们先做玻璃 先做这个窗户 车窗 首先点击我们的一个点工具 选择模型层级 鼠标右键 选择我们的路径 循环切割 直接在它的中间 这两个 这个模型的中间 切一下 如果说感觉不对 可以Ctrl加Z进行返回 这个需要多一点点试一下 OK 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中间这个地方 我们也需要再给它切一刀 从中间切 OK 我们来再观察一下 看它 它前面这个地方 它也是有微微的 往里面凹陷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得给它切一刀 大概是这个位置 这个小一点就可以 OK 之后呢 选择我们的一个边工具 直接选中 然后往里面 微微往里面移动一下 好 还有一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它这个下面 我们的前车盖 它是往 往下面凸的 往下面凹的 所以说我们 需要再选中它的 这个边 给它往下压一样 对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 之后呢 就是做我们的一个车窗 首先我们先选中 这两个面 这四个面 前面和后面 鼠标右键 内部挤压 直接给它挤压到里面去 OK 之后呢 再选择我们这两个面 鼠标右键 内部挤压 直接给它进行挤压 这个时候 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在挤压的时候 它是两块面同时挤压 但是我们需要让它 单个面 单个面的挤压 所以说我们需要 我们先把这两面选中 我们需要把这个 内部挤压 需要把这个保持群组 勾给去掉 之后选择内部挤压 这样它就是单独挤压 出来的了 鼠标右键挤压 往里面挤一点 这个地方有点尴尬 唯一尴尬的是 这个地方不能太往里凹 因为太往里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已经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 这个地方需要大家谨慎一下 操作一下 或者说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内部挤压 给它挤的大一点 像这样 然后再挤压就不会 或者说看一下 像这样基本它就看不出来了 但是这个 这一点还是能看出来 所以说大家可以 就是说少挤压一点 挤压 OK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再对比一下 圆图大体的一个 这个地方已经出来了 剩下就是我们的一些小细节 像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 这个 所以说我们 再来进行一个制作 稍等一下 把这个快捷键 这个地方先销掉一下 好 之后呢 就是创建我们的一些细节 选择模型层级 再选择点层级 鼠标右键 选择线性切割 直接点击这个点 我们给它 按住out键是缩放 或者按住out键和鼠标右键 也是来回缩放 所以说大家 到时候可以自己去 练习一下 这个点 这面很准 这面不是很准 我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是 这个地方 它是在这面 来进行切割 所以说我们在这面 也进行切割 好 点中一下 然后直接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它这个点 不要跟它连上 如果说突然中间中断了 我们可以再点击一下 然后恢复到原来这个 OK 再点击这个点 感觉宽度不够 再给它往外拖拽一下 让它宽度适合就好 OK 这个位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点击这个点 选择模型层级 选 鼠标右键 选择我们的一个切刀 线性切割 选中这个点 然后往下拖拽 OK 这个地方直接给它切割过来就可以 还有这个位置 好 直接点击我们这个点 这回我们需要给它进行一些移动 看一下双击一下 如果双击不好用 我们可以选择路径 循环选择 我们循环选择一下 它为什么会选中 因为这个地方有交界处 所以我看一下 我们可以手动选择 如果说循环选择包 是我们手动选择 选择之后 我们往这边拖拽一下 OK 再给它拖拽一下 这样它这两条线就在中间了 到时候我们挤压的时候 比较好挤压 好 剩下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后面了 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个线性切割 OK 之后呢 点击我们这个点 然后往这里面移动一下 OK 剩下的我们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我们的一个挤压 选择我们的一个面 我们可以都选中 还有上面这个位置 OK 鼠标右键进行一个挤压 这个挤压不要挤得特别大 像这样 就是说微微挤压一下就可以 OK 这样就可以 之后呢 之后呢就是这面 然后这面我就不跟大家再仔细说了 这样很浪费时间 所以说我会直接进行操作 鼠标右键 先行切割 然后直接一刀一刀的切过来 按住 按住ESC键 也是切断它这个 就是说直接就给它取消掉 这个快捷键也是挺好用的 OK 这面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移动一下这个位置 当然这个你自己构选 自己来选择 好 给它放到中间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宽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往这边拖拽一点 让它编的窄一点 我们选择点工具 选择边它有点太过于倾斜了 OK 之后呢直接选择面工具 直接选中这个面 鼠标右键进行一个挤压 好 微微挤压一下就可以 这样我们的一个小细节就做完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中间还有一条一个立方体 所以说我们选择一个立方体 给它拖拽出来 按住鼠标滑轮中键 切换到我们的一个正式图 我们选择这个立方体 给它压缩一下 点击鼠标滑轮中键 切换到我们的顶式图 然后之后往外拖拽 好 之后我们切换到右 透视图 透视图 来看一下 直接进行拖转 OK 同样我们这边还需要一个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再见 学习过程中还有疑问 可以立即加入正版课程的学习交流群 讲师实施在线答疑 与精英学员互相学习 还可以登录一壶网 搜索课程ID号 获取完整学习课件 工程文件等资料 扫一扫 任何问题 小美胡都能帮助你啦